大家好,我是小植,欢迎来到小植一品 今天小植带来军事大片《魔鬼女大兵》 该片主要讲述 美国海军文职女兵被上级抽调参加海报突击队特别训练 为证明女兵不输于男兵 美女经历三个月磨难,打破60%淘汰率 终成特种兵的故事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竞争题 话说,在一次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常务会议上 参议员迪哈文狠批海军部队男女不平等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军职不让女性参与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而在会议结束后 迪参议员却与海军部达成一项秘密协议 由他来挑选一名女兵进行测试 如果女兵表现的比男兵要好 那么海军所有职务都必须向女兵开放 为此,迪参议员甄选了大量女兵 凡是外表看起来像男的 身材不好的一概不要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借助这次女权运动来提高自己的曝光率 从而赢得选票 于是,一个奥运选手作为比赛冠军 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地形分析员被他选中 欧尼尔人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身材苗条 海军部为应对敌参议员 要求欧尼尔必须要通过海军特种部队 海报联合侦察队选拔训练 才能获得认可 实际上,这个队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 联合侦察队的训练科目与海报突击队类似 只是在训练时间和训练内容上有所差别 真实的海报突击队选拔周期为24周 淘汰率高达75% 联合侦察队的选拔周期则为3个月 淘汰率60% 美国海军部的官员早就下过结论 没有任何女性可以在第一周的训练中坚持下去 所以,他们断定欧尼尔很快就会滚蛋 在基层,人人讨厌女兵 因为他们天生身体素质不行,导致在执行任务中存在很大缺陷 不是拖后腿就是给任务造成破坏 所以,从士兵到指挥官再到军队高层 一直都对女兵异常反感 认为他们只能参与文职工作而不能加入实战 詹老大是联合侦察队的总教官 他性格深沉,但出手很辣 和大家一样,他也希望通过高强斗的训练 来及早让欧尼尔离开 不过,开训前,基地指挥官曾找欧尼尔谈话 表示在军营里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都可以过来向他报告 欧尼尔唯一的请求只有一个 公平对待自己 第一阶段,开训第一周 主要评估队员们的身体素质 团队合作精神,以及意志力表现等 深夜,侦察队进入障碍训练 为照顾欧尼尔特许他可以使用梯子 欧尼尔强烈提出抗议 我要和男兵一样 詹老大明白 既然你想要一样 那我就照顾照顾你 任务时间被限定在12分钟以内 超过时间则判定不合格 最后一个障碍 欧尼尔一把将梯子推翻 甘愿蹲在下边帮助其他人上去 结果,所有人都上去了 而他却被最后一个人抛弃 这一幕,刚好被詹老大捕捉到 没办法,欧尼尔最终还是使用了梯子 可能是他太着急 未赶时间,他就无意间触发地雷 几天下来 不少男兵难以忍受训练 开始纷纷撤出 而在昨晚 科蒂斯中士抛弃欧尼尔破坏团结 张老大特意过来警告他 不管你会在这里待多久 你最好学会两个字 团结 成为结束 教官引诱欧尼尔过来敲钟 在他心里 他想到的并不是放弃 而是公平 教官承认 因为他是女的 所以比男兵放宽了30秒 张老大警告他 我不听意见 我只下命令 随即 欧尼尔找到基地指挥官 他只有一个要求 公平对待我 指挥官心中一团烈火 正无助倾斜 我最讨厌的就是某些政客 在我的基地内展开所谓的社会实验 现在 所有士兵每天都得接受两性相处课程 搞得人心惶惶 你再闻闻你身上的味道 哪里有军营的样子 你不是想要公平吗 有本事 你自己去争取 欧尼尔为进一步融入军营 特意把头上保留了多年的头发 全部剃光 几天后 一名记者悄悄过来偷拍欧尼尔 并将训练公主语报 海军部长看到后非常不爽 原本他与第三议员达成的协议 是秘密进行的 现在 这件事却成了公众事件 很显然 这是他在捣鬼 训练量越来越大 难度越来越高 欧尼尔自知体能较弱 他利用私人时间不断加码训练 七周过去 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水下技能训练 目的是训练学员利用游泳和潜水技能 以达到作战要求 欧尼尔的力量依然十分欠缺 仍然不能够支撑上船 张老大当即将他放弃 团结一直是他坚持的底线 他告诉所有人 任何时候绝不能抛弃同伴 因此所有人必须下船 跟他一块游回去 返回基地 张老大告诉欧尼尔 以色列以前曾尝试过让女兵打仗 但在实际交战中 男兵却并不习惯看到女兵死亡 所以女兵会被特殊照顾 战役以来 任务经常失败 我曾经把一个200斤的同伴 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你连自己都拉不动 更何况是别人呢 欧尼尔在军营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记录 哪怕是私人问题 军方之所以小心谨慎 就是为了防止他万一出事 会引起不必要的法力纠纷 言下之意 要是把他练废了 可跟海军一点关系都没有 魔鬼训练州终于来临 地点佛罗里达州开地法岛 任务要求 在全道方言八公里的范围内 尽可能多的搜集情报 欧尼尔被任命为小队长 看得出没有人服气 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事实上 欧尼尔并没有让人失望 目标就在眼前 尽管如此 仍有人不停指挥 执意要违反纪律 可能他们太过于傲慢 任何看起来耀眼的东西 都很好奇 最终 欧尼尔小队通通被俘 侦查任务就此失败 你们的指挥官是谁 任务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严刑拷问 小伙在逃跑时 膝盖严重扭伤 张老大抓住痛点 反复折磨 最终 小伙扛不住退出训练 在整个小队中 对待欧尼尔的手段最为严格 张老大不仅在身体上 给予他痛苦 更是在心理上施展压力 有队员表示 如果他再不招任 那我就招了 根据以往经验 女兵在战场上被俘虏 下场最惨 而且所有一线女兵都会经历 不过 在看到欧尼尔的表现后 士兵们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折服 属下告诉张老大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张老大表示 你 我 所有人都不能 他不是问题 我们才是 经历种种磨难 似乎张老大明白 有些问题你解不解决 他始终都在 出了问题并不可怕 逃避问题才真可怕 再过半年 国会就要进行下一届大选 国防部想让敌参议员下岗 届时 在德州将有五个军事基地关闭 有超过一万个工作机会消失 每年损失约三亿五千万美元 敌参议员输不起 很快 欧尼尔成功完成魔鬼训练周的消息 传到他耳中 他决定再次安排匿名记者 对欧尼尔进行撕拍 几天后 一份投诉报告便传到海军基地内 欧尼尔因为同性恋问题 被暂停训练 他很清楚 肯定有人在背后倒轨 他找到敌参议员询问实情 敌参议员表示 你啊 其实就是我政治上的一张牌 你成功与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借助你可以拉来很多选票 在我的政治生涯面前 你就当炮灰了 欧尼尔不甘示弱 威胁他 如果不让我参加训练 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海军和记者 看谁最受伤 大选关键期 敌参议员不敢赌气 他只好妥协 重新让欧尼尔归队 下一个阶段 备战地中海 目的地还未抵达 潜艇便接到上级通知 在利比亚 有一颗国防卫星坠落地面 而坠落地 刚好就位于当地武装的占领区域 当前 毒蝎突击队已经找到卫星 需要詹老大带领队员 将他们接回来 卫星里面有核燃料 可以制作核武器 如果落到当地武装手里 后果将不堪设想 来到海滩 詹老大与欧尼尔单独前去查看情况 两人发现 撤退路线的边缘 竟然冒出大批武装 人数多达二三十个 不巧的是 欧尼尔所处的位置 貌似被武装盯上 詹老大提醒他 此人高大强壮 不好对付 你最好从后边偷袭 原本欧尼尔打算与他单挑 最终 詹老大还是不放心 一枪将其爆头 枪声响起 立刻引起了周边武装的注意 没办法 他们只能快速撤退 不一会儿 欧尼尔安全抵达几节区 詹老大却被武装分子死死咬住 他判断 詹老大可能不会按照原定的撤退路线返回来 我要是他 我一定会直接逃到南边的海滩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那边经营他 尽管很多队员不相信 但紧要关头只能一击而行 他们在地上埋藏了大量地雷 只等武装分子追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 远远望去 詹老大从上方飞奔而下 刚好踏足地雷区 在之前 他曾告诉欧尼尔 你自己都没有力量把自己拖动 又怎么能拖动你的战友呢 这一次 他做好了准备 是时候证明自己可以 最终 詹老大成功被欧尼尔救起 经历救援事件 每个队员都成功通过选拔 詹老大亲自向他们颁述勋章 欧尼尔因为在救援中英勇无畏 单独获得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 本片是1997年上映的 直到2015年12月3日 军方才宣布 在美国的所有军事职务中 都没有例外 女性可以成为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 到了2019年 第一名女兵 才正式完成海豹突击队的评估和选拔 很遗憾 她没有把海豹突击队列为首选 所以 截止到2020年 所有活跃在战线的海豹突击队员 依然都是男性 好了 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下期见